看到朝鲜国旗在亚运开幕时升起 WADA跳出来砸中国的场子 声称此举违反经历 威胁要对亚奥理事会实施制裁 朝鲜国旗为何让WADA坐不住了 面对不给面子的WADA 中方如何回应 本期视频来解读 作为亚洲最盛大的体育赛事之一 杭州亚运会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作为本届亚运会的东道主 受到了亚洲各国的高度认可 不仅饱受战乱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派出代表团参赛 一直保持神秘面纱的朝鲜代表团 也出现在亚运开幕时 对朝鲜而言 参加杭州亚运会 展示他们时隔五年重回国际赛事舞台 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后 朝鲜为了遏制新冠疫情扩散 实施了非常严格的防疫措施 甚至还关闭了边境 日本东京举行的奥运会朝鲜没有参加 为此还被国际奥委会禁赛 这次杭州亚运会朝鲜破天荒 派出191人的代表团 规模超过了仁川亚运和雅加达亚运 为历史之最 可以看到朝鲜对中国主办的 盛大体育赛事非常重视 然而朝鲜刚刚登上杭州亚运赛场 就有国际机构跳出来砸场子 威胁要进行制裁 完全不给东道主中国面子 这个国际机构就是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WADA WADA称朝鲜因为在2021年违反相关规定 已经被禁止在大兴赛事使用国际 然而在杭州亚运开幕式上 朝鲜代表团高举国际登场 这违反了禁令 WADA称朝鲜至今没有遵守反兴奋剂条例 这个情况已经告知所有国际体育机构 包括亚奥理事会 在必要情况下 WADA将启动相关触发程序 对违反禁令的人员进行惩罚 对此亚奥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做出回应 明确表示朝方已经向他们陈述相关问题 目前正在与WADA进行沟通 在体育赛事中 反兴奋剂是确表公平的好事 WADA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也无可厚非 然而作为反兴奋剂机构 WADA完全不掩饰自身的双标立场 既然批准欧美运动员持证科药 对发展中国家运动员则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这使得该机构的名声臭不可闻 在2016年9月13号 一个名叫齐浣熊的网络黑客组织 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入侵WADA的数据库 结果发现该机构居然有一份 持证科药运动员名单 一个月后齐浣熊公布名单 外界惊讶地发现 有多达127名运动员存在持证科药的情况 其中绝大多数是欧美运动员 在这份持证科药运动员名单中 美国的人数高居榜首达到28人 英国紧随其后有24人入围 加拿大 德国 丹麦 意大利 分别有12人 10人 6人和5人 除了欧美国家 人数最多的是有8人的澳大利亚 随后是4人的日本 没有中国运动员出现在名单中 令人意外的是 即使持证科药名单被曝光 涉事的运动员也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他们依然正常参赛 相比之下 俄罗斯运动员因为兴奋机问题饱受抨击 甚至整个俄罗斯代表团 都被东京奥运会拒之门外 现在WADA又挥舞大棒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威胁 试问他们还有资格伸张正义吗 需要指出的是 在朝鲜被WADA指责时 中方已经展现了自身立场 目前朝鲜国旗依然出现在亚运赛场 亚奥理事会和国际奥委会 也同时力挺中国 称赞杭州亚运是国际赛事新标杆 亚奥会代理主席辛格更是表示 杭州亚运是最宏伟最成功的亚运会 至于WADA 他们也无法在中国身上挑刺 因为中方反兴奋剂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WADA主席班卡也不得不表示 中国反兴奋剂很有特色 运动员即使拿到参赛资格 也必须参加反兴奋剂考试并通过 才能参加比赛 班卡还指出 中国的干血点检测技术 是与WADA良好合作的象征 可以看到中国这个面子 WADA不想给也得给